姐说从未翻车 恳求各位老铁给个关注 没有 你不说话让大姐误会 你这啥啥都不行了 那个 那咱咱俩出老口说 相亲苦 相亲赖 相了半天不般配 这句话形容金大哥的相亲 可谓是再合适不过了 王八看绿豆都能看顺眼 而他上次相亲呢 因为大妈不让他坐床 气得他果断拒绝 这也太不尊重人了 童大姐妈 你好你好 红娘小官 好手诗 红娘也是病急乱投意 一看金大哥相亲失败 马上又安排了一个 周大姐今年54岁 经济收入3000元 看起来也是十分乐观的 至于俩人能不能成功 咱们继续看唱本 边走边瞧 你今年多大 我55了 55 蛮的年轻好看的 我关你叫姐不介意吧 不介意 我一看咱家这个走过来 一看 这是个你没发店啊 就是想自己在家开这么个小店 然后就买个一楼 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的 这是儿子买的 看儿子一块生活啊 儿子结婚没呢 没有 刚参加工作 那这生意啥的 我看这没啥人呢 今天 这个第一是我刚挪到这个位置 红娘这小嘴跟某狼们一样 司马夸诸葛 互相佩服呀 虽说周大姐55岁了 但是闲不住呀 马上就在家开了美发店 日子还算过得去 刚说完就给红娘安排上了 真是哑巴觉得黄金 心里说不出的欢欢 过来领你相个亲 这还免费蹭上洗剪吹了 那周大姐的这次相亲 肯定是顺藤摸瓜 十拿九稳呀 毕竟得牛还马 礼尚往来吧 前夫他就性格不好 说白了就是有点家暴那种 一来脾气了就没什么钱 头发都好过就一个大死瘤子 眼睛也都给你打青了 就是这几年这个眼睛 翻过好几次就那种充血了 就像当时打坏了那种 都要皮影子 没一点人情味呀 种地不出苗 坏种一个人 再混蛋 也不能打女人呀 这么漂亮的媳妇 怎么舍得下的去手呀 稀泥巴胡祥 这种人也是扶不上去 得亏周大姐离婚了 否则那日子不就成武林峰了 有事没事的就说有事 出去了忙 晚上也不回 回也是不知道那个时间 从我认识他 到我们俩分开 二十来年 可以说他连 就我忘多了说 十万块钱都没挣上 真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这些咱没法调侃 不过周大姐这个前夫吧 的确是堂屋里面挂兽皮 属实不像话呀 铁匠铺里的料 敲的货 有手有脚的 不出门挣钱 总把姐发到周大姐身上干嘛 黑瞎子进门 熊到家了呀 最主要人得好 找一个有房子的 就是大小都无所谓 就是能遮风挡雨就好 石头放在鸡窝里 混蛋呀 愁愁把周大姐折腾成啥了 面对爱情 都不敢有过多的奢望 只想要一份最真诚的疼爱 那这一点和金大哥不谋合 虽然他面向凶煞 但也是铁汉柔情呀 我们来了啊 来来来 欢迎 还在呢姐呀 您好 快来 快来 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金祥金大哥 周凤香周大姐 这个是 我妹的 大哥的表妹 一家孩子 您好 这特意今天非常重视 然后知道你们来 是不是 过来看看 灵姐先瞧瞧家 随便 随便走 大哥家两个卧室 平时就在这五十天 瞅金大哥的表情 这一看就是相中周大姐了 上一期没相中 全程都是板着脸呀 我说之金大哥 你真是看人下菜笛呀 哑巴吃饺子 嘴上不说 心里明白得很 不过咱周大姐 完全是顺着盗走 完全不用打听 妥妥过日子的主 你俩要能成 绝对是双剑合璧 天下无敌 捧着鲜花坐飞机 美上天了 感觉还行 人看着倒是老实厚头点 看他这个 这些爱好 这些情调 感觉这人 还是比较细腻的人 挺满意 这心里美意的 看人家特别大 然后就感觉 应该是见过世人 然后我哥直接就说 哎呀这个 我可得好好表现 那我就看你表现 哎呀 王婆卖光 自卖自夸呀 金大哥的表妹 才是长江里的石头 见过大世面的人 全程都在原厂和助攻 这能力 一点不输红娘呀 这次金大哥是 瞎子打架 揪住不放 周大姐是跑不了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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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不是 今天还行 吃个糖 那有糖 我有 我包里有 包里有我都吃 大哥你长得有点太近了 不怕这头点 不怕了 不怕 我吃这个 那个你来 哎呀 金大哥呀 你真是殷勤 他妈给殷勤开门 殷勤到家了呀 得亏周大姐也相中你了 否则你 哎这么近 早啊一巴掌了 要说摄像小哥也及时 不提醒一下 俩人都快搂一块了 人家相亲 谈天 谈地 谈空气 你俩倒好 上去就开始过日子了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 你俩是两口子呢 这相亲多有意思 没套路没谎言 满满的真诚和狗粮 那个是做美发的 就是孩子买一个一楼 也是小两居的 在一个卧室做工作室了 我常是第二家我开的 什么 发廊 你啊 天哪 你还开了发廊吗 那对 你怎么没人听说 我八六年的时候复原 八三年复原的时候八六年开的 我剃头烫头啥都会 女士的头都会 对啊 新大地的 那把发廊你知道吗 啊知道 那是我小的小工 给我洗头的 开新大地学校那个 对啊 还挺圆的哈 俩人都不在这边 就可以啊 就要真走的一块 大哥还能给你帮个忙 是吗 掉进真眼里 你说巧不巧 咱金大哥也是大有故事的人 光看面相就能看出 年轻时 绝对是不好惹的主 当地美发的学校 都是金大哥的小弟开的 你瞅这牌面 周大姐也是一脸难以置信 虽然哥老了 但江湖上还有哥的传说 考虑一下吧 做大哥的女人 坐在这等车的站牌的时候 每个哪站不都有吗 站牌 后边的大牌子 我们的广告 整那个 然后你 啊 现在应该没退休了 没有 还有两年 那你这个社保也是自己教的 对 我买断了 在哪上班买断了 热力公司 退休了这三十千吗 退了 就是工龄 大概工龄长 那是那是开 开法郎以后啊 对啊 你看金大哥 绝对是石头上长草 根底应 芝麻开花 节节高 不管你说什么 人家都能给你聊的头头是道 双天的工 越拉越硬 摇里的你 越烧越硬 虽然已经老去 但曾经也是辉煌过 说通俗一点就是 人家有它的基础 反正我是 我是真的一分到保 没有 不用 我跟你啥也不用 你放心就行了 你要没有都无所谓 就我 送你一辈子 哈哈哈哈 没抢着我 就只要你能带 就负责到底 对对对对 钱都给你 连我挣的钱 我所有的东西你随便花 你自己能买 你想花买衣服随便 我不再有钱啊 我告诉你我有过钱 有过 好钱吗 我有过 过去的事 我现在趁一分钱没有了 也是他了 这就是缘分 我想跟你好好过 真心的 我对你实际好 说得我心里好暖 金大哥呀 咱撒狗粮就撒吧 你上来就是一盆子 平路前的我可受不了呀 话说回来 金大哥绝对是有那个条件 有的人相亲 完全是财风不带齿 存心不良 但金大哥的话 完全是满满的诚意 就是找个会过日子的 你说千万 咱也挣过呀 虽然现在虎落平洋被选西了 但早晚咱还能出头呀 说心里话 咱比如说过去的生活怎么样了 过去就过去了 人活要活个未来 我的希望呢 就是说将来找这个另一半 就是一定彼此要去关怀 真的 就是说你对这个家 你对你找了这个女人 你认可了 你能把你的全身心 叫给这个家 就说白了 就是你要有担当 要有责任心 咋的了 就是麻 一根麻 一根麻也不行 哎呀金大哥呀 你咋总动手动脚呢 一会贴到大姐身上 一会又给人家就裤子上的毛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活久见了 摄像小哥也是连忙提醒你 生怕你热情过分 就成耍流氓了 这要是换上其他大麻 这回他巴掌都养起来了 我这看你这些细节 给大姐摘着毛 又拿水果 又拿这个水到水 咋真是这样人的 其实喜欢那个人没 你讨厌你的另一半 做些什么呢 不讨厌 他就愿意说 比如说你的女人 你讨厌她去做些什么 就是你不讨厌 她想干啥 她开心 想做啥做啥的 没有讨厌的 没有 只要是你没有讨厌的 对 你想去 跟家说你去打麻将去吧 打麻将啊 就说她意思 我知道 对不对 据我了解大姐的爱好 就是唱成这种 我就愿意听 就以后 这样唱不来 你咋不会唱呢 唱不来 唱个合唱 别的别的 唱个合唱 能不能唱 整不了 老牛反出 吞吞吐吐 大哥是哑巴看失火 干气说不出呀 一碰见喜欢的人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 反正是我不但喜欢你 连你的缺点也喜欢 说通俗一点就是 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满脑子都是周大姐啊 动了情的痞子 连刀